忘记你真的好难 我不想忘记 但又不得不逼自己忘记 今天是我和你分手的第135天 那天说完分手后 你没有像往常一样马上回过头 哄我 主动跟我认错 我在你面前哭得泣不成声 却还是没能把你留下 我就笃定 这一次我是真的 要错过你了 上个月搬家收拾房间的时候 在沙发缝里发现 你以前最喜欢的一块手表 那时候我们把整个家翻了一遍都没有找到 为此你还闷闷不乐了好久 手表被蒙了一层宝宝的灰尘 擦干净后 依旧如从前般 精致闪耀 分针秒针 还在滴滴答答来回转动 那些和你在一起的细碎而美好的记忆 还恍如昨日 可你却不在了 我用盒子把手表重新包装了一下 快递到你公司 不知道你现在还喜不喜欢这块手表 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改掉 丢三落死的坏毛病 离开我以后 有没有照顾好自己 还是你身边已经有了比我温柔 比我喜心 比我更爱你的人 你知道吗 我在感情里 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 总是在爱与不爱之间 摇摆不定 想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又害怕受到伤害 期待有个人等我 有没有勇气坦白自己的真心 我对所有的喜欢和心动 都掺杂着不祥的预感 是你的出现 让我一层一层 斜下身上的开脚 你说 我是你梦想中的一部分 你是你每天醒来第一眼 最想要见到的人 可这些承诺 后来你都忘了 曾在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喜欢和爱的区别 就是心跳的频率 我想我一定很喜欢你 也一定很爱很爱你吧 不然每次和你四目相对的时候 我的心里不会翻江倒海 脸也不会热得发烫 如果我不喜欢你 找不到你的时候 我不会 着急地坐立难安 如果我不喜欢你 看见你跟别的女生 眉了眼去的时候 我就不会吃醋 而胡思乱想 整晚睡不着觉 如果我不爱你 我不会因为你忽冷忽热的态度 偷偷躲在被子里伤心落泪 知道你是个挑剔的吃货 所以每次下班 我都会绕好几条街 买你最喜欢的手四季 知道你不喜欢热闹 所以我从来不会强迫你 参加多余的饭局和聚会 每次生病的时候 为了不让你担心 安心工作 在电话这头 我总是假装热 我其实的时候 没事都是小病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我做的所有努力 都是为了和你在一起 爱情的开始 总是幸福又美满 但也只有当事人 才能体会到 其中的苦辣酸甜 我一直认为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付出多少就会得到 同等的回报 但事实证明 我错了 我只是想让你 给我多一点关心 多一点陪伴 因为谁都想被爱的人 重成公主 我也不例外 可有时我就感觉 你比地球另一边的人 还要遥远 当曾经那句 虚寒温暖的 你怎么了 后来 后来渐渐变成了 满是不耐烦的 你又怎么了 我就知道 我可能要失去你了 可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总是在很多 不以为然的瞬间 就失去了一些 重要的东西 我们终究还是 逃不开远分的捉弄 走着走着就散了 我还是会 无缘无故地想起你 想起你对我的好 你会为了迁就我 去吃我喜欢的餐厅 也会发生争执的时候 小心翼翼 维护我的尊严 你就是这样一个人 嘴上虽然说不出 甜蜜温柔的情况 却在心里 默默惦记着 我所有的好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我还是想和你 永远在一起 我不想让错过 变成过错 亲爱的 我想你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又怎会让我说的话 在风中颤抖 颤抖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地爱上了你 没有理由 没有原因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地爱上了你 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又怎会让无尽的夜 陪我度过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又怎会让火花的手 在风中颤抖 颤抖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又怎会让我花的手 在风中颤抖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地爱上你 在黑夜里 倾听你的声音 感谢观看